请合掌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圣生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辞 我今见闻得寿辞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 我们接着昨天所说的 我们讲到那个第七页的六 这个又是一个比较平淺的一种 警测 傅大士相当有名的 约三十四在过去 也是一个开悟者 他讲说 渐渐鸡皮赫乏 当然我们也慢慢 我讲说慢慢看到老人班 还没到赫乏 不过就是 我那一天有一个很早 我说奇怪这个怎么洗不干净 老人班没办法洗 下辈子会干净一点 这辈子没办法 这个学长说 这个东西竟然也会在我身上出现了 在别人身上出现很正常 在自己身上出现乖乖的 不过也终于开始有了 看看行不隆忠 吃饶金玉满堂 难免生饶病死 是不是 我最近也常讲就是以前小时候想吃什么东西 没得吃 现在是有的吃但不允许吃 今天有居士说他做梦请我吃那个巧克力冰淇淋大碗的 你知道他这么一给我讲 我马上讲说这是伪敬品 即便他做梦请我自然惶恐不安 是没吃到 觉得这样吃下去会不健康 实在是 以前想吃没有 现在能吃不能吃了 好 任如千般快乐 无常终事到来 所以有时候 像我们这个二十来岁 我们在座其实很多 有的都很年轻就出家 一般年轻出家人家会觉得比较奇怪 怎么不好 人生还有很多 老一点再出家 对不对 问题是年纪大了以后很多要改不容易了 我不是一直在反复跟他讲 你其实用个几十年要面对过去累积的习性 真的其实都很难 都很难 你现在面对的是累积无量节的那种习性 已经是非常自然 那你现在用 就像我们昨天讲 你怎么可能会胜这个强敌啊 因为这树习久再多生 也就算你从小就修行 都还不一定赢 对不对 就是说你一生下来 先不要染这一世的习性 光你要面对过去世就很难 何况你今生下来又接着过去的 然后又长养现在的 然后现在再用这种习性 然后要来修行 相对真的是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好 那到最后是 无常忠实到来 唯有进入修行 但念阿弥陀佛 其实我一直在跟大家提 就是很多法门里面 各有它的功德 但我们前面不是有提到 在大制度论里面 特别去显扬念佛法门 就念佛三昧 因为它是所有三昧里面 可以断除你宿世的罪业 也可以除你现在的一切烦恼 那最大的价值在哪里 念佛三昧感应的是 当来见佛 那我们今生要能了断烦恼不容易 那唯一的方法是怎么样 不离善之事 尤其是不离佛 所以在所有法门当中 唯有常念佛的人 这种实时意念佛 容易生在有佛的世界 是不是 我们也不敢说今生我们能成就 但我们必须要为下一步累积 怎么样 我们要处在不败之地 什么不败之地 以我们现在这个心 然后又生在佛前 这不是稳当的吗 是不是 像我们现在的修行 我不是讲说 光靠你自己很不容易 我想我们在家居士都有经验 到佛门虽然辛苦辛苦 但好像比较容易精进 回去家里 这个我已经添很多位了 回去家里 总是这个是自己的生活空间 你所感受的那个是世间的环境 你见到的人是世俗的眷属 你来到道场再怎么样 不然你其实像我们有时候 如果回到暑假去住一阵子 你看看 你要知道我们这个道场里面 除非它真的是很差 或者它无形中所形成的 助道因缘是很强的 是不是 如果像我们这个是三脚猫的 多少都有帮助了 对不对 如果我们在座都是阿罗汉 我不是常常讲 如果我们这边有很多 那个拒绝都阿罗汉 都是神通很厉害的 你敢随便做梦 我不是说你平常做坏 我说做梦都不敢 因为早上他会跟你讲 你昨天做那个梦不大好 太恐怖了 刚开始你会觉得很恐怖 到最后因为你开始都很亲近 所以也就不恐怖了 你在那种完全都端正的环境里面 你想懈怠 所以其实一个好的环境很重要 这个什么 实事求是 看看自己面对近的心是怎么样 所以为什么我们 其实我们现在 现在解下安居 我们难得有这个机会 我们出家修行 其实讲一个 我们如果不管这个形式 就是找一个相对能帮助你 完成今生到业的环境 找那些住院 是不是这样 他的用意就这样 但如果有些地方 像前面讲 如果你到处碰到 就是有恶知识 你不如在家就好了 那个谁讲的 如果你广交摩友 不如独生清净炼火 如果你千里烧香 不如坐家堂念火 公共学师 不如孝顺父母念火 一样的道理 但最重要是 如果有一个适当的环境 我们现在在这里 我们稍微有个 当然我们也不敢说 讲很精进 但如果你懈怠得太离谱 旁边的人会盯着 是不是 我的意思就是说 以我们现在的根性 其实有很多地方 是要仰仗 外面的住院 当然很重要是自己的道心 那在这个末法时代 其实是越来越难 越来越难 那越来越难 我们还有一点机会 就升到佛前 所以这个机会 你 我觉得升到佛前 是大家都机会平等的 问题要能好好念火的 这样的管道 也都慢慢被遮掉了 是不是 现在 我们是少数 还有这样的机会 那慢慢这种愿意 念佛求生进途 求生佛前的这种观念 会有一种 我有种心情 这种感觉就是 你虽有心 你虽有心 但整个众生的大工业 慢慢 那种暗潮 慢慢靠进来 慢慢靠进来 这中间有一种 非常冷酷无情的业力 那这中间 就算你有心学佛 但你的业报不够 福德不够 虽有心修学 诸多因缘不具足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就算你现在想念佛 还有一点善根 但你自己本身 带的障碍多 外面障到因缘 所以你这份善根 不够坚定 经常就在这种 大环境当中 就淹没掉 有一种 挡不住的趋势 就像说 你是好人 但在战争的时候 炮弹也没有分了 是不是 那其实这跟你过去的夜 是有关的 只是你现在的一点善心 其实挡不过你过去 所感应的夜 当佛法走到末法的时候 越来越衰败的时候 这一股大洪流 绝大多数人挡不住 只有少许 还有比较深厚的善根 他们还能坐最后几班车离开 再过来 我常会想到 当我们站在一种比较 整个众生的夜感的角度来讲 我们会有一种心情 我现在一直在描述这种心情 这种心情有点 也悲哀 但也接受实实的 这种感觉 就是说 我很难描述那种心情 就觉得说 该来的要来的 好可惜 所以我们面对教授说 这是挡不住的众生的夜感 将慢慢这样的 保持着这一份冷静跟慈悲 能度就度 那其他的因缘 他就会 你会看到 我们会有 不会有一种想法 为什么会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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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你知道这是业力 没什么其他的理由了 众生的夜感 也是个人的福报 你即便虽有心 心要学 其实个人福德也不够 种种因缘不具足 你的修行难以进步了 难以真实感应了 就是这样 你会发觉 包括有时候听听 人家跟我反应的问题 我现在有时候听到 哎呀不听了 有时候不大想听 因为听不完 外面乱 即便我们佛门 也很怪 所以要闻得正见 都不容易 都不容易 夹杂了太多东西 好 那我为什么要讲到这里 你如果不从 这个现实面来观察 你今天 为了要保有 你可以解脱的因缘 我有怎么样 仰仗 活菩萨 那怎么仰仗 念佛 求生净土 先见佛 我现在所有的功夫 就集中在 我先感应到 有佛的世界 我这一关 如果把握住 我后面相对 就比较有机会 如果这一关失去 当靠我这个烦恼众生 想要修行 有个出路 难 好 那你现在知道了 对不对 我们现在都知道了 讲完了 前面几分钟 讲完了 好 从现在开始倒数 你剩下多少时间 可以完成这个工作 是吧 因为我意孤 你不要意孤 那个很难意孤的 也没有分年轻老的 没有 只看业力 但终究一切是没了 他说 大事此与正所谓 万般将不去 就为万般带不去 唯有业随身则也 是啊 很残酷 所以我常常在讲说 这个观念很前显 但这个前显 如果现在在讯息 你就会发觉 不是那种 我们会有更大的志向 但这个志向 不会集中在世间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我看所有世间人 再怎么努力 到最后都是带不去的 所以我变成 既然他带不去 我带不去 我们唯有就是说 我够用 他够用 我们其实是平等的 只是他比较遗憾 他带不去的比较多 我带不去的比较少 所以到临终 有点侥幸心里 还好我这辈子 没赚那么多 这下亏得少 是不是这样 那不然你赚很多 带不去 是不是 要是我们躺下来 我不是常讲 那个比尔盖茨躺下来 我躺下来 我有吃臭豆腐 他没机会 我豆腐乳喜欢他没有 我所有喜欢的他都不吃不到 他喜欢的偏偏我不要 所以算来算去 睡好觉 吃好东西 我都不输他 他唯一比我多的是 那些带不去的 所有带不去 当然他可能是一个 很放得干 因为他把所有财产 都大部分都捡出去 所以他应该不是 那个贪的人 但我的意思就是 假设有的人贪的人 他怎么样 他也带不去 我也带不去 但他的带不去 比较痛苦一点 因为我们没什么 好带不去的 他有好多 很可爱 但带不去 我看一看 我也没什么好可爱的 我们出家人 不是捡铺盖的意思 就是以前那丛林 那个和尚都是 住持的和尚 都是外面来的 那来的时候 他只带铺盖 然后他下任的时候 捡铺盖 所以他也没带什么东西 他就带铺盖来 他带铺盖来 带铺盖走 就是说一个和尚 到一个地方 身座 当住持 当方丈 就带铺盖来 那后来就是捡铺盖走 这样 不是被fire掉的 是他下任了 就捡铺盖 其实以前修行人 就这样撒脱 他就请十方 有德人来住持 他们不会把当作 子孙到场 就是有德人住持 时间到了 他就出去 所以以前的方丈 是不接地 不收地址 因为避免有派系 他不能替地址 地址不能 他不能 他任内不行 为什么 怕说这个是你 就会有这种分别 其实他为了维持 他的亲近 他有这样的意思在 避免有太多 私底下的人情关系 人情关系 那不要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以前修道人 本来应该就这样 我就所有 拥有我那些 那以后我丢呢 铺盖 要是丢掉铺盖 一撕铺盖 被小多偷去铺盖 你会不会伤心 就铺盖而已 到库房再领一个铺盖 有什么好挂 就铺盖而已 所以我一直在想 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东西 我其实真的有机会 很想把很多东西给放下来 那为什么现在变成 你一下放大家生活习惯 他会觉得说 你怎么这样这样 其实我在讲说 哎呀 顺应现在的责任要做 或者的话 人到一宴了 人死了 还有什么放不下的 是不是 我经常用这种想法 就这样啊 就这样啊 为什么一定要挂碍到那么多 那现在如果要挂碍 就是因为责任的关系 因为需要利益人 或者的话 我觉得有必要挂碍那么多 是不是 都带不去 如何是万般将不去 怎么叫万般将不去 就是人生所有关节 金宝 乌宅 田园 饮食 衣服 玩耗 就是好玩的东西 乃是娇妻 爱子 无常到来 哪一件是将得去者 就能带走的 真的没有一个 走到后头的时候 有时候觉得那个感觉很特别 发觉所有的东西啊 只是多了一点心 如何分配给下一代的 给你的子孙 给你谁 或者的话 他对你一点都起不了作用 有的人很富贵 但就没健康 也没用啊 他所有的钱财 只能去看医生而已 是不是 所以我们既然一定会面临这里 那为什么我们不改变心态 把有限的时间 为自己的长远大计做准备 所以这些 本来终究要放掉的 那我为什么不保持一个 本来就不执着的 那放就没什么好放 如果我讲说 我始终到最早就处理的差不多 我只有带铺盖的话 那有什么好挂碍的 我讲那个虚赖菩萨 虚赖菩萨 他就是只有树叶 他是最穷的 所以任何人家都可能会遭贼偷 只有虚赖菩萨不会 因为他是全国最穷的 任何人到他家没办法偷东西 可是偏偏他的福德最大 所以他感应了一个价值连城的宝 然后他要把这个宝给国王 他觉得国王最穷 为什么 那国王已经站在位置上 动不动就利用巧取豪夺 从人民身上拿东西 所以他觉得国王最穷 然后就把那个宝物要给国王 国王说你最穷 他不是 你最穷 两个人在争看谁最穷 一个乞丐去跟国王争你最穷 很有意思 所以这个在经典里面 很多文学创作是很特别的 所以后来就请佛出来作证 从世间法虚赖菩萨穷 从更究竟来讲 国王你穷 你贪得无厌 后来国王就 好像要出家的样子 我忘了 太久了 他后来把一件价值千万的衣 要给虚赖菩萨 虚赖说不要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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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要啦 要啦 你说千万一呢 不然不知道他雕多少钻石再上头 这问题虚赖如果真的接受这也麻烦 因为他没有仓库 这下如果他接了以后 我看他日夜不能安宁 是不是 本来家里没贼 这下麻烦了 他就不接不接 你看你说他多贫穷 他连千万的衣都不要 价值连成也不要 后来那个国王说不然我扑在地上 你帮我踩一下 结果他一踩 国王赖皮 你踩的是你的咯 就这样 你看一旦有福报 想不要人就硬塞给你 那虚赖菩萨被他耍来没办法 就把这件衣 换成其他等值的东西给乞丐 对不对 谁富贵 国王是人家很多讨厌 这个虚赖菩萨走到哪里 隆天护法跟着 可是到最后都没了 所以有时候当你做最后观察的 你仔细观察 真的是一点用都没有 那如果真的没用 那我们也不是那么样洒脱的人 好 那你尽量能用到 就是够用 满足 但不要太多 多到多余的 要让你准备丢的 那你就不要那么辛苦 因为你累积更多 你更难丢 所以这时候你就发觉 其实像我们现在的生活 我们应该很庆幸 因为我们都很满足 我们缺的感觉很少 是不是 那我们要是有缺 大概就是因为贪 对不对 就我们生活上 其实我们大概都有了 如果你要有的话 往往是额外的 往往是额外的 这额外的 一旦多了 就是让你分心了 所以你看他说 哪一件你带着走 这不是在讲悲观 像今天也有居士讲说 师父你这样讲 很多活地子也不能接受 他说这样 那我们怎么过日子 如果这是一般还好 如果要求圣净土 问我这个我就会不知道 那你就慢慢过 因为你就姑且把我们当作 我是不正常 这是我常讲的 我不正常 你们正常 那轮回的都很正常 一般现在看到的不都轮回吗 所以现在看得到轮回是正常 解脱的不正常 我跟你讲多难 我跟你讲是以后一定会面临的 我从来没跟你多一点少一点 反正一切都带不去 这又不是我逼你的 这是你一定会面临的 对不对 那我何必那么苦 我不是跟大家讲过吗 因为你不知道轮回是生生世世 所以今生的努力 我不是只考虑今生 我考虑的是 希望用这么单一的 短暂刹那的人生 患得永久的解脱 这是好生意 这是很值得做的 只是你看不到轮回 所以你不知道 我这个牺牲是很值得的 偏偏你到最后 所有忙忙碌碌 做的一切努力 想要挣脱一些 比如说我们灵验号这一辈子 不断掌养这个身体 为了病忙 为了这个忙 为了忙碌碌 忙碌又没用 因为什么 因为你忙那个不是根本的 所以你每辈子 为了这些生死忙碌 往往都白费掉 是不是 你累积下来 从以前劳碌多少 不断的希望能不要爱别离 不要求不得 不要怨真慧 不断在追求所谓的幸福 结果弄到最后一直反复 那你为什么不像我这样一辈子把它搞定呢 谁聪明 你其实付出比我多 是不是 又会算 这算盘 你这样合理 牺牲一辈子而已 好 你看 如何唯有夜随身 人生所造诸贪嗔痴业 非礼间淫 赤意宰杀 为子逆腹 为成欺君 克重成家 阴毒害物 自己不断在成就自己要的 就是伤害别人 然后圆满自己的所爱 然后自意宰 就是到最后种种恶业 无常到来 都这都紧紧随着拟着 就是为什么 你这个巴士 这个阿赖耶士 就把你这个所有夜都成为种子带去了 眼前这些阴眼散了没有 但你的夜没有离开的 临终的时候该现前就现前 这个大圣流传诸有金就讲 造了夜 造了以后不知道跑去哪里 临终全部回来 奇怪 造完了以后不知道跑去哪里 但到临终的时候 该现前就现前了 这也不是谁让他现前 是你自己的心让他现前 既然如是 若不猛醒回头 改恶从善 喜心念火 岂非徒得人生 虚生让死 苦哉苦哉 是不是 这我们 我们现在讲的是一种 从比较务实面 所以学佛必须要从很务实面 就是 第一个 你现在所有做的东西 你是带不走的 你假算就是良田万勤 一点都带不走 是不是 所有一切 你这一生所有的福报 所有福报就是用得上的 那所有福报是用得上 而累积善业的 这就是你的福报 或者用得上又造业 那就是你的 以后要付出的债务 好 除此之外 所有用不上的 那个过延淫冤一点都没用 是不是 看不清楚这一点 就一直往那里摘 不知道摘什么 所以为什么要讲 这种人生的现实 是不是要警醒 今生 我们有一点时间 空档 就是我们也没缺 素质修来 还有 以得人生 以闻佛法 是不是 加上现前一切 没什么多大障碍 眼前 那也闻得法了 也能修了 这就是你的福报了 是不是 因为要有人要达到这个不容易 人生 不得人生的 你看多少 然后得了人生 虚荒一招 每个闻得法的 也很多 再过闻得法 若有若无的 是不是 然后就算修诸多障碍 好了修一修到最后不得力 可惜 就过了 那我们现在有这个机会 所以应该是人 人上人 是千里万里千万里 很多无量里面的少数的一些人 有这样的福报 有机会 也就是说 你们这些人 经过无数无量的众生里面 被选中 选中里面 还没 选中里面 你们这里面有几位 可以永断轮回 加油 你们现在是不是万里挑一 是千万千万千七七七七七 无量数的众生 你看我不是讲说 我们那个光武贺里面的土 里面的众生多少 众生多少 是不是无量 无量中间我们才这几十位 我们的这几十位是被挑出来 这不知道怎么挑的 那比众乐透都难 你们现在就是在这当中 因为众秀才 众举人 这中间要挑几位近视 然后找一个庄园 你们现在难得 这个其实在走路 这时候都有风了 避拟一切众生 我是被挑来的 可是问题还不能放心 他名额虽然没限 但一般来机会不多 因为你个人要往生 他门是开的 问题是这当中里面 你们只是具足的这种 已经是无量众生当中挑出来 少数精英 但能好好把握的 其实不多 如果你想想 你是无量众生当中挑出来的 结果到最后因一时懈怠 结果又滚回那一局 你如果知道 我怎么没有好好珍惜 其实说辛苦也辛苦 比起无量节 我其实只要再离门一角 辛苦一点 你知道吧 我们现在几十年 几十年对无量节来讲 就是离门一角 你就最后再忍耐一下 把这个苦吞下来 你就心空即地归 你说没有 又几十年很累 对几十年很累 但对于妄语相对于无量节的轮回 其实是很短的 所以诸佛菩萨一直守在旁边 千万不要退失 千万不要退失 你走到这里 其实已经经历众多的苦了 就最后 がんばって 一生にがんばりましょう 一起加油 一起努力 就差这么一点点 或者的话 好可惜 你为什么就不忍耐这一点点 你看你换来的事 还要多少的苦 你怎么那么蠢那么笨 对不对 所以说 若不猛醒回头 改恶从善 洗心念火 岂非徒得人生 虚生浪死 你看那个谁 上次你们不是做报告 那个是弥勒菩萨的前身 人家那个什么 那个什么 哪个动物 什么动物 兔子 兔子为供养 那个弥勒菩萨的前身 他们就愿意跳到火里 因为那是饥荒 人家那个兔子的母亲 就知道说 我如果没这样做 我是什么 有点是白生白死 就是 我如果今生不做一点 能改变我的畜生业的话 能改变我的业 我虽然苦这一生 我如果没苦这一生 我这些生死是白来白去的 空生空死 虽然说记忆不好 最近有点恢复 空生空死 对啊 就像这里 虽生浪死 空生空死 白白 混了一辈子 什么都没有 苦灾 苦灾 我观世人 各个皆好念头 现在未必的 经三等劣之 一则 就有很多人喜欢念火 有三种人 一则 极贤人 应当无奏无业一心念火 因为他没事干 当然如作无业念火 不然你那么闲干嘛 对不对 你既然那么闲 当然就是没有间隔了 所以我们在座很多极贤人不是吗 福报记住 能来这里修行 那不是很闲 当然可能还有其他事 但已经算是不错了 这时候刚好是 狭满人身 空狭很多 那既然是这样 你就应该无奏无业了 因为没有间隔的东西障碍你了 二者 半闲半盲人 应当淫事已毙 即便念火 像我们 包括我们要领执事 那没办法 生活在这里 好 领完了以后 那怎么样 像我们在送菩萨戒 到了晚上应该怎么 自己赶快 平常勤宜作物 晚上时间到了 赶快用功 前面修福 后面修会 是不是 那我们更因言俱足的 我们像现在 其实有很多 就是你如果愿意用功 我们忙也忙得很有限 其实我们 比起我们以前 那现在已经是 很少了 因为你不能把早晚课 当作很忙 你不能 那个是说功课 你不能把所有上课 当作我们好忙 还要上课 哎呦 你把我当作虐待你们的 那既然这样 那我也讲得很忙 你们听得很忙 那我们大家当去休闲 我们干脆不要听 不要讲问题 那更忙 因为忙以照业 所以其实我们一天 真正忙的很少 好 就算忙 你应该是 因事已毕即便念佛 再过来 急忙人 三者急忙人 应当忙里偷闲 十念念佛 是不是 你应该想尽办法 你找很多理由都可以的 当然尤其是那个急闲人 你要找理由就有点困难 那急先了 你说我要找理由 是为什么 你为什么不念佛 我有很多时间要想很多事情 那你要这样想也是 我不是看到有些老菩萨 都已经有一次出国 他们坐在一块 都已经出国旅游了 而且菩萨还在喝咖啡 想起过去坎坷的岁月 边喝咖啡边哭 而且正在国外旅游 他们很闲 闲到必须把过去的 再拿出来 人民人话 几年前的高塞罐都拿起来泡 就是好几年的狗屎肝还在塞 不丢 就是把那些狗屎肝拿出来塞 习信 其实这时候应该怎么样 我现在责任已了 欢欢喜喜的 我就好念佛 但如果你要闲到 开始又去追忆过去 那当然永远选不了 是不是 那我们现在忙的人 谁不忙 但你如果有心的话 在忙中能不能修行 可以 我所忙的一切 我现在所有 包括面对世间 该应对的 该忍耐的 该付出的 一切功德 我该随眼了业的 是不是 不用勉强 因为这是你应该做的 你以其勉强 去付出完成你的责任 你不如在完成责任的时候 念念都说 今生跟你结善缘 对不对 虽然也在还债 但在还债 借着还债因缘 也在了救缘 也在怎么样 也在修行 看你要不要 所以你可以忙得更阴重 就像我们现在 有时候很多时间自修 以前我出家那时候 我们就整天忙 可是忙忙忙 可是我们就这样 而且我讲说 我记得我的疗房 因为没书柜 书放哪里 我到现在突然想不到 就一个衣柜 共用 没书柜 书桌一个 怎么做 我很少坐在书桌 因为没机会进去 睡觉了才进去 读书 没在了房里面 因为不好读 书柜没有 就是几本 师父给的 就这样几本 我们体会反而生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什么都有 但问题有不一定会生路 对不对 你可以很忙 但不一定 闲的人闲到在那里闲得花慌 忙的人只要肯用心 他一点精进力 一点阴重心 他体会 也可以比那些 天天在那里 像有时候我们就是 如果去假设读活学 那更整天一直读读 如果你没心 读到疲惫 读到厌倦 不像我们忙忙完了以后 用仅有的时间 珍惜修行 是不是这样 我们现在变成有时候 太多 可是多却不知道珍惜 时间一直就给换过去 你看他这里又讲 又富贵之人 一路风足 正好念佛 你不要把这个拿去什么 去享受 对不对 福大业大 你应该富贵之人 因为什么都没有缺 好念佛 贫穷之人 安平守愤 正好念佛 为什么 因为一般你很穷 去拜访你的不多 是不是 像我们现在有名的麻烦 没名的好用功 是不是 有时候这种虚名 造成的干扰特别多 当然大家也乐意问法 那这个没问题 但有时候就是一些 看似也好像做一点善事 但这中间 有时候都是游走在 人世间的散乱的散伏 散伏当中 所以如果你不了解的话 有时候就会掉在里头 你看他讲说 所以贫穷之人 安平守愤 正好念佛 而且你也可以知道 为什么贫穷 这样的业 这样的苦 只要不改变 这样的苦 还会反反复复 所以贫贵人也可以观察 这个贫贵 一时满足我的愿 但这个贫贵 也不长久 是不是 所以趁我现在贫贵的时候 为自己未来累积之良 而千万不要 等到这个贫贵 就算没消失 到终究我要舍掉 结果这些贫贵又带不走 结果平白有这些贫贵 却不能为自己累积之良 就像我常举 加了这个良田千万亩 每年收的谷很多 那怎么 种下去 或者你光吃得完 你不能舍出去 舍出去的是坚固的 留着是会烂掉的 是不是 但有的人就一直 舍舍舍到最后 反正你也吃不了那么多 你就算里面好几万蛋 你吃的还不跟我一样 一碗两碗 那你如果不懂得 以福真福 他这个福不就没了 是不是 你能带走吗 你能全部把它吃完吗 你房子很多能睡完吗 有限 只是感觉好而已 你看 有子孙人 得人替利 正好念佛 当然这就是一边说 有时候现在 有子孙 那就是他能替你 要是他不能替你 这又倒过来 这以前是 多子多孙多福气 现在这时代是 多子多孙多生气 结果不一样 当然不一定 不一定 个人福报 有的人是多子多孙 真的都多福气 因为可以替代 有的人到最后就变成 现在这个是啃 啃老祖 这个不敢是日本也有 我们这边也有 包括美国也有 就是意不出去 不出去到父母去告他 告这个孩子 为什么都不出去 他还是赖皮 不出去 法院判他 一定要不能这样 可是 他就不要 这很有意思的 这个人世间 你看是眷属 有的是好眷属 有的不好眷属 你会讲说 为什么当父母的是这样 你说为什么当子女是这样 那父母指你是今生 过去是不是这样 就像阿瑟士王 他为什么要杀父 父亲以前害他的 他是道人 是他父亲害他的 以前根本不是剑属 以前他是道人 是他父亲害他 所以他现在身为 他的孩子 害他 你是就眼前看 这是剑属关系 就长眼看 那不一定 所以人世间 狭隘在某个角度 怎么会这样 从业果缘起来讲 就该这样 很正常 有的人他福报很大 为什么 他来报恩的 有些菩萨 为了都好父母 化为他的子女 我们经常讲说 子女是报恩或报仇 对不对 其实父母也会是 报恩报仇的 不是单下看上去 报恩报仇 父母这边往下看 也有报恩报仇的 有些父母是 生你来报仇的 生你来虐待的 那时候哪有父母这样 有 经典就讲 有的就是 来讨债的 父母讨知你的债 很奇怪 云源 所以这个角度 从这个人世间 如果你能看到 三世轮回 你才看到 可悲 人怎么是这般如此 所以我们现在看不到 就有诸多剑属挂 难割舍 如果跳开来 原来是如此 是吧 好 我们要讲说 那无子孙者 心无牵挂 所以倒过来 有子孙的 是不是有牵挂 怎么办 你如果要讲说 那我到底 要不要子孙 这一点 我们家没事 我们没有这种牵挂 所以有的人讲 要子孙 其实到底怎么样好 人生难得到圆满 你如果要用这种圆满的心 来对待你 你看待你这一生 你永远就痛苦了 所以我们不是有一句话 下有凉风 冬有雪 当我们现在 下有热风 冬有什么 冬冰冷 你都往这边想 可是你还会讲说 下的热刚好凉风在这里才感觉 所以有时候你看我们这一个走廊 其实只是不方便睡 或者我最好睡就是我们这个走廊 这要是以前农村 我们大概是中午 就是拿个躺椅 那个真的是凉风 对不对 以后我们聊往该那里好了 对不对 躺在那里最舒服 前面那个风 对不对 我们这边最好的地方不睡 都睡到里面 可是出来睡怎么睡 也不好睡 也睡不安稳 就算让你睡 你也觉得经常惊醒 所以你看 若无闲事上心头 便是人间好时节 你要不改变你的心态 你有哪时候是好时节念佛 是不是 你又挥得挑这个 你一直在乎这个 在乎那个 在乎完 你在乎的完吗 处处要寻得圆满 那只有注定一生悲剧 是不是 我看到有人 这也放不下 放不下 我就讲说 这是悲剧训人物 注定苦恼 为什么 放不下 你看 无病之人身利康健 正好念佛 有病之人知死不久 正好念佛 你要往一个积极面 都可以念佛 你这样说 这不是鸵鸟心态 是啊 但也是事实 你就说 我有病念佛 没病也念佛 那到底怎么样 不然要怎么样 我现在经常讲 怎么可以这样 不然要怎么样 我现在用一个 不然要怎么样 你假如能选择 你也不用问我 那为什么我学火 因为我也没得选择 是不是 中间我们或许有 富贵 贫贱 种种差别 可是到最后 人生 无常都一样 轮回都一样 所以我现在讲说 种种百般的委屈 种种的理由 要论个高低 那不然怎么样 我现在讲的就是事实 你能选吗 能选就选 不能选 不能选接受 那接受 那就这样 没有 接受之外 你懂得看它的话 就别有意义了 这些事情没有定法 只要你改变观念 它可以有无尽的意义 对不对 所以 有子孙有子孙的好处 没子孙有没子孙的好处 那我知道 有子孙的时候 要用正念面对有子孙 没子孙又用正念面对 没子孙 对不对 这叫随缘 为什么 这关键都在意 你到底能不能认清楚 生死轮回的现实 你到底能不能认清楚 念火求生净土的价值 你如果有心 何处不是念火时 是不是 这个关键没有 硬在世间里面绕 这个也可以念火 当然你可以找理由 像刚才我就帮你们事先讲好了 免得你们到最后说 这个讲不通 有时候这样 我知道 我也知道讲不通 那我不然就是我刚才讲 不讲不通 不然要怎么样 就是这样 事实就这样 你只有掌握机会修行 那不然你光怨天尤人 它能改变事实 这是你的业力 你应该利用这一切因缘 为真上缘修行 或者你光埋怨 只是让你的苦更苦 不是吗 所以有时候讲起来 有时候我们面对 正在苦的很不好说 因为这好像讲得很随便 但其实到最后 也必须要说 有时候我们用种种方便 鼓励人家 安慰人家 我就讲说 鼓励完了 听得高兴 那事实还是如此 不仅是你如此 我也如此 我没例外 但你比较好的 就是你提早知道 你比别人早点觉悟 这一点跟一般不一样 有的人在福中造业 有的人在苦中更苦 但我们可以在福中造福 我们可以在苦中觉悟 不一样 是吧 聪明之人通经达理 正好念佛 更有力 那一顿之人 无杂之鉴 正好念佛 笨得很单纯 不会胡思乱想 那如果你既笨 又喜欢胡思乱想 那这就难 那你很聪明 是不是应该好好念佛 偏偏你的聪明都是玩小聪明 玩阴谋 那也很惨 是不是 好 所以有的人很单纯 但单纯也要 虽单纯他又用对地方 周历盘多穴 你看 他笨 但因为他懂得用到佛法 就这么 这哪里玩 是不是 以药言之 天上人间 世生久有 皆当念佛 奉劝世人 何不称此 世大 为咒骷髅食 是不是 所以咒骷髅食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 找那个 不是用 黑白照片 不然你就买一个 那个人做的骨架 你去西医买那个 或中医骨架 然后做一个陶瓷的土 你的头挂着 就这样 你关别人白骨 不大会感觉 你关自己白骨 就会感觉 尤其是说白骨又太远了 你不如就关棺材 你躺在里头 那个就有点震撼 所以我们 有一个学生 在马来西亚 我们之前 那个慧空法师 也做过 就是 这是我编的 就是 那个我的学生 那个他是不是有医的 我不晓得 就是 他们就试着 模拟 临终诸年 轮流堂 感觉不一样 明明知道自己没死 可是你试看看 那个就敲起来 我们现在以后就试看看 我们那个灯 把它关成那个暗红色 掉白色的番 旁边用小电风扇 让它吹 然后我们一群人都很严肃 阿弥陀 就家里挂什么 往生背 戴西瓜帽 我们轮流堂 不要 应该冬天会比较好 因为够凉 热 死人不会热 死人凉 所以我们应该选 冬天在外头 还是走 那里最凉 冬天那适合睡 夏天适合睡 冬天不适合 那正凉 所以我们就围在那里 用白布围权 轮流堂 你明明知道你活的 你都觉得不一样 所以有的人在一开始这样练 其实也感受很深 你现在都还离事时那么远 但你必须要设身处地的 当你确实这样做的时候 你的感受如何 其实也不过如此 那你说应该怎么样 很紧张吗 我不是前面一直讲 大家仔细听 你应该带什么心情 假如你临终你带什么心情 我快退伍了 那就这样 我快结束轮违了 你能不能带着这种想法 好好掌握最后一个阶段 充满欢喜的面对 你能不能设想你现在在最后一刻的时候 你能带着这种无比欢喜 将脱离轮回 这样练习的很少 你们有没有练过 有 我们绝观师有练过 很有意思的 练过的确感觉不一样 练一下 所以我们改冬天 这个寒流来的时候 加上音响效果 看看你们在那种阴风惨惨的时候 还能充满欢喜求圣进度 会不会 好能喔 剩下我一个人走 是啊 就是你一个人走 慢走 这不是认识 不是你都我这样 可是我们发觉就是说 这样的东西 其实这样的人生的苦 已经无量节以来都如此 是不是 我今生有机会 也就是说你必须要练出什么 即便面对这个 心都坦荡 即便看到的是一个 不是你乐意见到的境界 你都有一份自信 这就是要离开 阴暗的监狱一样 我将拥过光明 这种心要实在 我为什么要举这些例子 好像有点开玩笑 可是我的意思就是 你就是这样练的 不是吗 当然我们不一定就这样做 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应该这样想 你应该用这样的境界 让你处在任何时候 你的心都不动摇 都能生欢喜 因为这个机会难得 要这样 是不是 我们不容易改变观念 对不对 表示什么 你对往生其实还有疑惑了 你还有疑惑了 好 我们再看 早早念佛 直待万般将不去 唯有夜随身 懊悔无极了也 不要到那时候了 所以我还是用一个最简单 就是这个心气你是怎么样 即便我刚才讲的这些 我刚才讲过了 你想的真实 但你处在这样的境界当中 有一种大无畏的精神 有一种诸佛菩萨忽念 从此就要行菩萨道 往生净土 从此要行菩萨道的 这种永恨的心 对不对 把这个情境弄得让你 这样不是又撤出来了 可是你试过了 这些我都想过了 该有的情境我都想过了 我时时都在这样 很可能产生的境界当中 我就在这样联系 因为我要开始思考 我将万般带不去 是不是 好 我们今天到此 前合掌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我等于众生 我等于众生 皆供臣佛道 阿弥陀